老师好,我又回到我们素材区 再讲一遍,这里是全部素材 我这是影片,图片,音乐 来,剪到图片素材 如果老师有看到GIF,其实这个会动的哦 哦,下来这里有些都没有动画效果了 来,当然可爱图来使用吧 这里,这PNG的 老师我希望给他一个什么 圣诞老公公的这种的 来,那影片软里在玩时间轴 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是第一轨在最下面 第一轨的画面跟声音 第二轨的画面跟声音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右边转的往下拉 现在有三轨哦 那这里最多可以到99轨 那我想讲,这个要加个圣诞节符号啊 拖一道时间轴来 我不要一开始就出现也可以 你看见吗 在左下角 这里 那这个圣诞老公要出现多长时间 你决定的哦 第一个拖一下来 调大小 这里没问题 第二个呢 在这里 也许他在这里 那移动这里来 时间 这圣诞老公一开始就出来 老师 出来的时候我希望他也是给一个动画效果 来,但是不要从头出现 这里 这地方呢 来 那点这里动画效果出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什么呢 给他转场 再看一次转场 时间调一下哦 转场这边呢 如果你装完整 这边有276个 那就要去试 要哪一个出来 好,再试一下转场 像我这样出来 拖一道左边来放开 好,来 那直接 注意哦 播放头在这里点的他 从这里开始播就好 不要从头看 所以从这里点播放 诶,这样就出来了 它是由上上当画出来的 好,来 我再加一个 我觉得这圣诞老公一直出来 也不错啊 那接下来 我再回到素材去 一样 再点左边 老师,等一下呢 我希望有一个 这个 可爱的 拉过来 好 这个 我希望有一个图 这个图再选一下 选这个 铃铛 我希望这个 这个图哦 等我一下 没有点好 Ctrl 以后我一下 点了他 老师,我放在同轨 可不可以 如果这里有空档 当然可以放 我圣诞老公只出现到 这里就不见了 如果说老师 我圣诞老公从头到尾都要出来 那就要拉到底啊 这样表示圣诞老公都在画面上哦 这样就对齐的概念 好 我们这时间头再播一下 所以呢 来 这概念是这样 背景在上面啊 人 一开始就出现了 经过一个转场才出现 接下来 圣诞老公从这个时间点 一个转场才出现 老师我在 那拉到底对齐 对齐 这里 有看到吗 如果再加一个呢 好,我再加一个好了 再加一个图 比如说这边有这个 器额的 器额呢 我就可以拉到第四轨 老师 在讲面可以描 器额呢 这个时间点才出来哦 竟然又调大小 跟刚刚都一样 我这边也希望他在这里 再小时一点 不要每个都那么大 小时太可爱 移到这里来 调整时间点 你看见吗 图片可以这样拖拉 影片不行 我也再加个转场 再加一个转场给他 这边转场你可以自己选 好 那这边一般来讲 其实我还蛮喜欢淡化的 来 淡化给他 这样拖进来 再拖一下 左下角的器额看一下哦 哎 器额就这样淡路出来了 所以呢 来 回到最前面来 再拖一次 点play 所以开始楼照片进来了 圣诞老公公 来 请各位再试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让你做动画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